大家好,我是江明忠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制作的台湾所得地图 台湾所得地图的部分最新资料是2020 你会发现说现在是2022 当然这是因为政府所公布的时间 以及我们一般的报税 像我们刚报完税的是报去年的所得 所以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往后延迟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资料是相对旧一点点 那最新的资料的部分我已经整理完了 然后也放到地图上 那现在在跟大家介绍说它的操作 那你如果说进入到地图 一从网址网址把它输入 打开了之后 它预设所出现的就是最新2020的资料 然后你看到不同的区块 一块一块的 它其实代表的是个别不同的村里 就是它的村里界的范围 然后它的颜色 每个不同的颜色就代表说 这个里它的一个所得数字的多寡 颜色越深的部分 它当然就代表所得越深 越高 然后越浅的部分就代表越低 然后你可以看到到这个蓝色的点 就是目前的你自己所在位置的大概 大概的位置 它就是你的设备所回传的位置点 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进一步的细节的部分 你可以点开比如说点这个里 然后它就会在这个里上面去显示名称 然后有黄色变成黄色 然后以及说它会秀出来 这不同的年份它的平均数跟中位数 那我预测是显示中位数的资料 为什么因为中位数它比较有一个代表性 平均数就会发生说 你可能你所在位置跟一些富豪在一起 比如说你可能跟郭台铭住一起 它的平均数就会很高 但中位数的部分就比较能够代表 说这个区域它的一个所得的情况 那下面的部分 你就可以在进一步的看到说它有明细 明细的资料的部分 如果需要也可以参考 那每一个里它都会代表它不同的数值 那你如果想要看到其他线市的概况的部分 你也可以直接用滑鼠拖 然后这每一个里都可以去看 那当然我这里还有额外的功能是 我们目前预设看的是中位数的资料 也预设是2020年就是最新的资料 但你如果想要看 比如说我切换成平均数 你会发现切换成平均数之后 很多的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深 就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因为可能它 可能这个区域 这个里面有比较高所得的人 然后它就会把平均整个拉高 那中位数的部分就是比较 就是中间 也就是说这个里可能500个人 它可能就取排名第250的这个人 它的所得大概的情况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切换不同的年份 那你可以去对比不同的年份 所带来的资料 那你会发现说 我当我切换2019跟2018的时候 它的数字有明显的差异 那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在2019开始 在财政部的部分 它调整了一个规则 它可能会把一些可能扣除了的部分 就是免计税的薪资 直接从它的报表里面拿掉 也就造成说我们2018原本还有这样一个数字在 但2019完全移除了 整个数字就会下滑 那这会造成一个资料上的不一致 当然你也可以切换它标准差 那第一分位 第三分位 这些东西就可以去切换年份 那你如果说想要快速切换位置的话 你也可以这边 比如说我想看台北的资料 那我想看台北的中位数的资料 那放大 我可以点任意的春里 那我也可以切换到 比如说我想看屏东的资料 那屏东点开来 就是这样子 其实台湾所有的地图的部分 它其实有整理很多年度的资料 但是需要提醒一点是说 它因为年度之间 春里它可能因为行政区的调整而消失 所以你如果是去 比如说我看2011年 你就会看到很多白色这样的一个区块 为什么 因为我使用的这一个行政区是比较新的 但是它在过去 这个里可能是不存在的 所以当你点了这个年份 这个里不存在 它就会变成一个白色 那这个问题其实在 春里层级的统计资料会常常发生 那就是数字的部分还是提供大家参考 那越新 比较新的资料就比较完整 那就是提 基本上这个新资 也要提醒的是说 这里都只是薪资所得的统计资料 它可能没有包含 可能它是股市的省手 或者是说它可能是房地产所得之类的 那可能就是在这所得之外 所以它并不是所谓的说真正的富豪 可以透过这个地图找到 其实是两回事 那只是说我们透过这个薪资所得的部分 我们可以了解到可能这个地方的一个经济变迁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的时候 有一个具体的基础在 那这也是我提供台湾所得地图的一个主要目的 那今天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果说你对于台湾所得地图的部分 有任何的疑问 也欢迎透过在我这边 我有留我的脸书 或者是说你可以透过各种 可以跟我联络的方式 那在这边你也可以点这边 去看它的完整的原始码与原始资料 以及说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透过这个ASU Tracker来跟我联系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所得的资料 未来它可以越来越完整 当然理想上我们觉得说 应该是政府单位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 它的资料也会比较连贯 但是因为目前政府单位 它还是习惯用很旧的方式 比如说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个资料的时候 它财政部所公开的 就是它一个一个的表格 那我就是试着把它一个一个的表格 把它转成地图 那希望大家会觉得比较好用 好今天的介绍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 如果觉得这个应用程式好用的话 记得帮忙按赞分享 谢谢大家